拿起小小锄头学习松土 马来西亚班单应达代幼儿园 体验农耕 孩子自己挑水 了解证言法师与金舍师傅的 早期生活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精神 很累 很累啊 然后 然后没有放弃 那水是给你自己脂肪啊 不是 给我哥姐姐 你帮哥哥姐姐吃 你就没有放弃啦 你过来一堆 咸豆腐配饭 认识慈祭世界 是从克勤克俭中开始 我53 你53 他们每一个人53 就不都一起打完出来 哇 就会很多钱了 老师也透过话剧讲解竹筒岁月 教导孩子如何汇聚点滴爱心行善 希望说像其实让不同年龄成的孩子呢 可以就是学到像石工上人 常出师傅他们的那种 克勤克简克难的生活 就是很简朴的去过生活 而不说去买很多东西 去追求欲望 从今天开始每天 帮 猪 猪 猪 带一新闻 这是美职工陈友福 马来西亚报道